就是第一个把以色的函数学好 然后延伸到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再来就VBA 然后其中的话会利用 CHARGBT辅助 所以如果你对于那个CHARGBT 不太熟悉的话 那我强烈建议你可以先去 怎么讲 登录那个账号 然后进到里面 试着问他问题看看 那你说刚开始一定是不熟悉的 不过就像交朋友一样 你久了慢慢就知道他的习性了 慢慢就是原来他不是神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朋友 他可以真的帮到你 比你的朋友还好 所以有的时候会AI 有的时候反而比你的身边的朋友 还要更可相信吧 然后另外的话 Google也有出新的叫Germany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不见得一定CHARGBT 反正在AI啦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课程还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 我大概刚刚有提到 包含就是说呢 我们上课会逐课录影 这个我提过 那因为我从很早以前就开始 每次上课一定录影 这个是变成我的一个个人的习惯 然后我个人我刚刚提到 我不是资讯本科系的学生 但是我转换跑道 然后到业界担任软体工程师 然后之后的话呢 从事这个城市教学工作也很长一段时间 另外的话我觉得 可能会先从比较基本的CHAR函数开始 再慢慢学会如何录制聚齐 再慢慢进入到VBA的世界 最后的话其实啦 如果可能下一阶段 也许你还可以结合其他的城市 比如说目前最热门的就是Python 也许你可以再去学一下 不过我是觉得 如果你对于城市 可能没有那么有兴趣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缓缓 然后不过我还是强烈建议 如果你将来希望 你的毕业之后的薪资 比较好一些些 我觉得你还要培养一个专业技能 是越少人会的一个技能 相对你的薪水相对会比较好 因为你找不到取代 OK 那目前来看 这种城市方面的能力 应该是普遍性的 应该不是只有少数的工作需要 现在好像全部的哪个产业 产业基本上都会需要这样的一个能力 OK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把这个能力给培养好 那其他的话 这个就是我自己写的 为什么需要影音普助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同学听一直都懂很难 所以我会把它录下来 你们回去自己看 另外还有一点 将来如果写VBA程式的话 其实它有一个要求 就是一定要是完美的状态 也就是说呢 里面不允许任何一个错误啦 有错误叫bug 所以如果你假设需要完全正确的话 那很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完全知道到底哪个地方有错误 debug也是一个也需要的能力啦 不过跟各位讲 以后如果你程式发生错误 其实TrackGPT也可以帮忙 你可以把你的错误程式 贴到TrackGPT上面跟它讲说 请你帮我找出这个程式里面的错误 真的还蛮厉害 它真的可以帮你找出来 我觉得TrackGP真的目前来看还蛮好的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我云端上面有一些辅助的东西 我想你们自己再去注意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刚刚有特别强烈的建议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可以参与一些企业实习 至少你有概念 不然的话 你真的不知道拿学会这个工具要干嘛 因为其实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是没错 但是问题你不知道用在哪里才是一个大问题 那你会学的很空虚嘛 OK 所以我的建议你可以多跟有业界经验的 也许你父母啦 或者兄长请教 然后他会跟你讲很多的一些意见 OK 比如说像这边我之前有个同学 他就写心得报告 他就是把上课内容跟他父亲分享 OK 结果他父亲看了之后哲哲称奇 于是他就把我的频道推荐给他 隔天他就叫他们工厂 不会使用以四六年轻人去看我的频道 就学习动作 另外好像还有一个同学满妙的 他跟他父亲本来没什么话题的 就是因为学了这个东西之后 突然间跟他爸爸好像有话讲 而且他爸每次问他不是问他最近好不好 只是问他说你们最近上了什么课程内容 可不可以分享给我 我觉得蛮妙的 OK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实用 但问题你要有地方去用它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会学的比较抽象一点 OK 那我拿了一些奖项 这个我想就是锦上添花 那其他相关的参考用书的话 我想图书馆蛮多的 包含就函数 像这个468招就是468个范例 那你们可以找出来练习 至于要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有一些解答 可以帮助你们 那其他像VBA相关的书期 我想你们也可以自己再去找找 不见得一定这些书期的 那这些资料讲义上都有 你如果要找的话 其实在云端上面有个讲义 你可以把它打开 里面其实也有这个东西 那是最好的原因 再来的话就是有关那个 成缔的部分 各位最关心的 就是如果你希望拿高分的话 总总解决的100分 没有 刚刚讲的 出席成绩占20分 作余成绩占20分 其中跟期末各30分 둘 過頭就一百分就對了 而且我們因為是Excel 所以我們用Excel的試算表 幫各位統計的清清楚楚的 應該不太會有落差 所以基本上算出來成績第一個很快 我算完之後 因為學校要公佈之前 我都會先讓大家確定 這個成績是否有問題 我發現好像都沒有同學反應有問題 頂多是說 大概是這樣 那其中報告部分的話 原則上我們這個課程 基本上不考試 我們基本上是交報告 但是我剛有提到 交報告的部分的話 千萬不要用AI產生的 一看就知道了 你說為什麼我知道 其實有一些蛛絲馬跡 OK 反正我是希望說 我即便你很多東西做不出來沒關係 你可以把你的心得告訴我 你做不出來的原因 分享也OK 或者甚至你做錯了也沒關係 但是我基本上是希望你誠實面對 OK 你不要寫一些好像很華麗的東西 但是卻是很虛的內容 沒有必要啦 OK 你現在不會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希望說你能夠喜歡 然後能夠以一個目標持續的學習 因為畢竟我們這個課程只有一個學期 一個學期說你要把這個課程裡面 所有東西都學得非常的熟練的話 理論上不太容易啦 OK 其中報告大概是這些 將來我會比較詳細的再跟各位說明 那重點的話可能就是函數 跟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OK 那另外可能會教一些聚集跟VBA 不過因為其中我講過 其中之前還是會大家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二跟三的話是比較偏重在補充部分啦 那期末報告才會比較強調是VBA OK 所以大概會有這些啦 期末報告的部分的話 就是會加上一些VBA 那可能會有一些更進階的一些應用 包含就是爬蟲啦 比如說抓網路資料啦 或者是做一些統計分析 把那個繪製樞紐分析圖跟樞紐分析表 這個自動化的流程 把它變成程式的這個過程 把它加進來 大概是其中其末的部分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今天的話呢 我想我們第一次上課啦 就給各位做一個簡單練習好了 今天這個作業 這個也許不見得一定要教啦 不過你們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就想說 第一個你們可以找到那個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的話 請各位找一下那個文字與資料函數 因為我會把它分類嘛 所以記得第一個請你找到我們雲端的位置 還記得吧 這個雲端位置 適合BN 之後就叫一個卓時 更負面裝 undertake通知這件 ir普通的位置